美国立会购的钱在迅速减少 预计3月会降为0 但是货币基金的量 确实在迅速的提高 目前有超过6万亿了 那现在有个问题呢 我也经常被问到 我们说立会购的钱减少 是增加市场流动性的 这些钱呢 相当于是闲置的钱 所谓的side money 会流入包括股市在内的风险资产 推高股价这些 但是货币基金里面的钱 算不算闲置的钱 可以推高股价呢 答案呢是影响不大 货币基金里面的钱呢 本身就是市场流动性的一部分 增加和减少呢 不影响风险资产这边 你可以把整个市场的流动性 想象成一个球队啊 股市的钱呢 就想象成一场比赛 要上场的那11个人 球队的人再多啊 50个100个 也不影响上场的人数 对吧 不仅如此啊 大家看这个图啊 其实很多时候啊 股市呢 要转向暴跌的时候呢 反而是货币基金的量 到顶点的这个时候 而且啊 目前美股呢 是大牛市 大家都去追逐 风险资产以后呢 其实大家的 现金的仓位并不多的啊 股票和现金的比例 虽然下来了些 但是也是远远高于平均水平的 说明大家 股市这边的购买力并不高的 尤其是散户这边啊 现金的水平呢 是14年以来的新低 和历史的最低也差不远了 股票仓位呢 基本上是07年 也就是上次金融危机 爆发前的高位了 所以说中上所说啊 货币基金里面的钱多了 和美股要涨呢 没什么关系 甚至可以说太多了 有负相关的关系 有钱在货币基金 并不意味着这些钱 是会被用来投资的 你看货币基金的组成啊 很多都是大头啊 都是政府的基金 这些呢 因为有门槛 大部分呢 都不是散户的钱 比方说是有企业的钱 这些钱是企业 存在用于发工资运营的 还有就是外国机构的钱 这些呢 大部分呢 都是用来做贸易的 这些钱呢 基本上呢 都和投资 尤其是投资风险资产 没什么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